今天厄瓜多尔宣布不再对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提供政治庇护 理由是他多次违反国际公约以及协议 随后英国警方宣布已经将阿桑奇逮捕 阿桑奇2006年创建了维基解密 后来因为泄露大量的情报遭到美国通缉 还因为一起强奸案受到瑞典方面的指控 2012年阿桑奇获得了厄瓜多尔的政治庇护 此后一直藏身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内 7年来不曾踏出使馆半步 受庇护期间阿桑奇多次公开批评欧洲多国政府 引发了厄瓜多尔方面不满